今天是乐乐的生日 他的愿望就是最爱的爷爷妈妈身体健康 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们都用无限的爱守护着全家人 爷爷年轻时和每个香港人一样这么努力 每天早上起床就准备上班 妈妈也总是笑容满面地送爷爷出门口 70年代做家庭主婦一点都不容易 特别是当时物价通胀 日用品和粮油价格高期 所以绝对要精打细算 接着来是销委会为大家准备的 主要食品零售价格行情报告 米个六一斤 猪肉七个六一斤 这里省点,那里省点 那又可以存多点钱 销委会在1974年成立的时候 每天提供14项街市送菜的平均价格资讯 但时至今日,网上价格一滥通 已经涵盖接近3000件粮油雜货和日常用品 另外还查了油价和奶粉 选择月刊在1976年面世 为市民提供客观和可靠的消费资讯 从此成为大家的购物指南 这么多年来就发表了超过4700份产品和服务的测试 调查和研究报告 爷爷妈妈很恩爱 从来不会错过任何大日子 但要数最难忘的 应该就是80年代结婚周年纪念那一次 那个年代免责条款就好像免死金牌一样 所以他们也很无助 我觉得消费者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原来消费者是有权利去争取公道的 由80年代开始 消委会积极倡议不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例 以熟能长的例子包括商品说明条例 管制免责条款条例、竞争条例 以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等等 同时也就超过350份公众咨询提交意见 到了千禧年代 爷爷妈妈想供多层便宜的楼 准备给儿子结婚用 但买楼这么大不投资 即使多精明都有机会看流眼 不过妈妈知道万一真的有争拗 都可以找消委会由他们调停 也可以向消费者诉讼基金求助 时至今日 消委会每年平均处理三万宗投诉 而消费者诉讼基金 也累积处理了不少个案 当中也包括影响全球雷曼事件的诉讼 转眼间来到2010年代 爺爺妈妈退休了 趁着还是健康 有空去旅行享受一下 玩完回来 拆手信那一下 竟然发现买的两只鞋不同大小 不过定点来 有消委会 他们自2004年开始 已经和多个内地省市和澳门签订合作协议 转介投诉 2017年之后更扩展到韩国 日本和新加坡等等 以后即使去旅行 遇到消费狗分都不用怕 最终成功退款 消委会和市民齐心抗疫 由教市民自制口罩 到测试不同抗疫物品 和推出不同地区认可的 快速抗原测试包名单搜寻器 全力照顾市民的抗疫需要 在短短十年 消委会全面开拓网上社交平台 以多媒体图文并茂发放资讯 这么多年来 爷爷妈妈绝对称得上是精明的消费者 在他们的照顾下 一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乐乐参加完学校的 消委会2038地球人计划之后 整天说要善用科技 为世界缔造可持续的未来 今年就收到环保万花筒DIY套装做生日礼物 这个4月除了是乐乐的生日之外 消费者委员会也都50岁生日 爷爷知道 消委会在过去50年来 一直为守护消费权益默默耕耘 而他们一家大小 就会继续支持消委会的工作 一起守护消费每一天 消委会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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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委50周年 生日快乐 Happy Monday 88天 词οι easy 词細年 观点 熊 吉米 词